好 体坛上消息带来来关注玉璃高中的柯冠亭同学 在5月11号香港举行的亚洲杯建立锦标赛当中呢 参加亚洲青少年男子组120公斤级的比赛 荣获了四面的金牌 并且打破了四项的亚洲青少年的记录 那么其中呢 蹲矩375.5公斤 更是打破了世界青少年的记录 而柯冠亭在蹲矩 握矩 硬矩 总和四个项目都获得了第一名展现了惊人的实力 影片上可以看到才刚刚比完亚洲杯建立锦标赛的柯冠亭 回台之后来到高雄国训中心继续训练 这次在香港的亚洲杯建立锦标赛当中 在亚洲青少年男子组中打破多项记录 包括蹲矩375.5公斤 破世界青少年记录 握矩200公斤 硬矩260公斤 总和835.5公斤 总共打破了四项的亚洲记录 并且也获得了四面第一名竞排 我们即将去秘鲁 那这次除了柯冠亭之外 还有一位孩子叫苏盛池 也是要去前往秘鲁参加 2024年世界青少年集中竞标赛 那我希望他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好好的去享受比赛 回国争光 教练表示柯冠亭非常的认真 与其他选手们一起训练一起成长 这次表现也非常稳定 这周也即将前往秘鲁参加比赛 教练只希望选手们能够享受比赛 不要有太大压力 感谢教练一路上的指导 才让我有不错的成绩 更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家人们一路上的支持 让我可以放心在举重台上认真的练习 就读于高中体育班的柯冠亭 原本以举重为主建立为府 平日除了专注学科之外 每天下午也投入至少三小时的训练 假日更加强锻炼 虽然参加无限量级比赛 较无体重限制 但是柯冠亭仍会做好基本的营养管控 由于他在去年比赛时就已经突破亚洲记录 更加努力地在训练中以一定的重量维持手感 力球在比赛时能够一举超越纪录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